单手画一个圆圈有多难 小伙挑战一个小时画出完美的圆圈 本以为很简单 一气呵成就能画得很圆 结果却令人很失望 圆圈一点也不圆 乔治认为可能是速度太快了 他放慢速度再画一次 还是不圆 一次次的尝试让他很焦躁 越着急越画不好 他去网上查找资料 终于找到了技巧 只要肩膀不动 以他为中心就能画出圆圈 乔治开始尝试 才发现买的黑板太小了 根本施展不开 但他并不想再去买一块黑板 于是他想到可以用肘部做支点 保持不动也可以画出圆圈 和他想的一样 确实比之前画的好多了 但是频繁的尝试 肘部变得越来越轴 很难再画出圆圈 乔治很快想到 以手腕为旋转点也可以画圈圈 虽然小了一些 但是一点也不影响他的发挥 经过半个小时的练习 他的手感越来越好 丝滑顺了 在同一个位置画着同样大小的圆 注意力很集中 完全没意识到一个小时很快就结束了 但他的圆圈还是不够完美 我这该死的胜负欲 他下定决心一定要画出完美的圆圈 在尝试了一百多次后 他终于画出了满意的圆圈 只要擦掉一丢丢 肉眼看着几乎接近99%的完美 到底圆不圆呢 乔治用标准的圆圈测量了一下 可以清楚地看到 边缘部分只相差一内内 几乎接近完美 乔治觉得可以了 把完美去掉 他画出了很圆的圆圈 这么高难度的动作你能做到吗 他不仅会画圆 还会旋转一只饼一只叉子 一根木棍 你会什么技能呢 用一根火柴能逃出冰块做的牢房吗 只要一个小时从里面逃出来 就能赢到一万奖金 这些冰块足足有两千斤 散发出来的寒气很难让火柴点着 阿伟一次性点燃了三根火柴 在巨大的冰山面前 根本发挥不了作用 要想获得更好的工具 只能让队友帮忙 前面的冰山里隐藏着各种工具 打开他就能获得新工具 大壮选择了冰山的一角 打开之后找到一盒大火柴 赶紧交给了阿伟 他一下全部点着 火焰很大 当靠近冰块时还是被熄灭了 阿伟很失望 大壮和老王只能继续寻找工具 这次找到了两把稿套 迫不及待地交给阿伟 但是节目组却阻止了他 这又不是火柴所以不能使用 老王只能拿它去开箱 他们一人一个轮流去砸 这次找到了五根蜡烛 阿伟点着之后确实很好用 不会被冰块的寒气熄灭 他把蜡烛粘在冰块下面 正好解放了双手 冰块开始融化 时间还剩下四十五分钟 老王又找到了两把锤子 大壮拿到锤子后更加卖力了 他兴奋地推倒了箱子 找到了一个火把 点燃之后 火苗很旺 冰块也融化得更快了 接着开始第二个挑战 和神秘人轮流去砸冰块 谁先把中间的小人弄掉谁就输了 老王谨慎地选择了边上的一块 神秘人有点挑衅 故意挨着小人砸 老王也不甘示弱 他们只能冒险前进才能牵制别人 两支队伍自由选择 想砸哪里就砸哪里 大壮故意砸断了木头的支架 神秘人也开始效仿 中间的小人摇摇欲坠 他们反而退了一步 把边上的冰块砸完以后 只剩下中间的小人 正好轮到了神秘人 他们只能硬着头皮上 结局意料之内 神秘人输了 阿伟拿到了新工具 是两个吹风机 这时时间还剩下三十五分钟 冰块墙也画出了大缺口 阿伟把吹风机贴着冰块吹热风 火把用完了 蜡烛也用完了 吹风机的能量可是源源不断的 阿伟更加有信心了 另一边的队友也开始了挑战 他们同时把手放在冰块上 如果大壮一队赢了 时间就会加上十分钟 如果神秘人赢了就会减少十分钟 大冰块冰凉冰凉的 从手心一直蔓延到全身 老王表现得很痛苦 大壮只好按住他的手 其中一个神秘人也快坚持不住了 尽管同伴按着他的手 他还是放弃了 老王也被冰得坐立难安 在纠结了三秒后 他也放弃了 只剩下大壮和神秘人了 这时寒风从正面吹来 他们依然没有反应 主持人让两人把整个手臂放在冰块上 又过了五分钟 大壮开始挑逗对方 但是神秘人一点也不上当 大壮彻底死心了 拿开了被冻住的手 时间也变成了十三分钟 而冰块墙还没有打开 他们赶紧开始了第四个挑战 在容器里搜集冰块 只要比神秘人快一步达到标记 就能拿到新工具 两支队伍使劲砸冰块 容器的洞口很小 他们只能把冰块砸得碎一些才能放进去 时间越来越少 而神秘人步步紧逼 大壮负责砸 老王赶紧往里面装 只用了一分钟 就达到了第一条标记 阿维也拿到了喷火枪 冰块还没有打开 他需要更厉害的工具 大壮和老王一刻也没有停歇 他们很快达到了第二条标记 新工具是喷火器 温度一下就升了上来 这时时间还剩下六分钟 老王拿着吹风机在外面协助他 冰块也在快速融化 时间紧迫 阿维的喷火器使出了最大的火力 很快一小时结束 冰块墙虽然穿透了 但是只能出来一只手 人还是出不来 阿维挑战失败了 大壮一生气 直接砸开了冰块牢房 虽然没有拿到奖金 阿维终于获得自由了 那么问题来了 你觉得用什么方法可以快速融化冰块呢 这是一只重达千斤的小猪 只要打开它就能拿到里面的一万美金 挑战的工具自由选择 不管是超级英雄的盾牌 还是雷神的锤子 都可以申请出战 他们先用锤子试了下 钢化玻璃很结实 砸在上面反而把锤子弹开了 这可不是普通的玻璃 坚硬程度堪比防弹玻璃 而且四周还有钢板加固 所以想要打开它比想象中困难很多 他们又换成了斧子 四个人围着小猪就开始砸 一点效果也没有 倒把哥几个激怒了 于是朝着小猪扔石头 大大小小的石头一起飞来 小猪没啥事 他们倒累坏了 阿维对自己的小猪很有信心 认为他们肯定打不开 大胡子告诉他别高兴太早 他们有的是工具 就不信他石头死猪 油盐不尽 大胡子不惜拿出了 珍藏已久的盾牌 看着很霸气 实际一点作用也没有 很快他们就找到了其他方法 用锤子撬开上面的螺丝钉 只是几百个小螺丝 要开到何年何月 大胡子使出了杀手锏 把铁球从上方扔下 没有砸到 再来一块大石头 瞬间就被小猪弹飞了 接着轮到雷神的锤子了 直接穿过了钢化玻璃 小伙进去查看 里面还有一只小猪 洞口太小根本出不来 阿伟又开始得意了 钱就在小猪里 想要拿出来还得从大猪下手 大胡子很淡定 拉着大猪来到了没人的空地 把他从坡上推下去 剧烈的震动让大猪折断了一只耳朵 和一只短腿 然后再重重一摔 其他的玻璃也出现了破裂 最后再带他兜兜风 大猪被折腾得伤痕累累 外面的钢板已经严重变形 这时大黄蜂从后面出现 他好像对小猪很感兴趣 按在地上绑完了半天 见他没有反应 就无趣地走开了 一个人钻进大猪里 把小猪踢了出来 他们终于拿到了小猪 但是这只小猪的材质和大猪一模一样 怎么打开也是个问题 既然大猪可以用雷神的小锤子打开 那么小猪也可以用雷神的大锤子打开 3 2 1 小猪被砸成了饼干 不敢相信 这么简单就打开了 如果你有一只这样的小猪 会用什么方法打开它呢 这样的游戏你玩过吗 只要反应够快就能拿到奖金 如果抓到其他的东西就会被淘汰 两人为一组进行淘汰赛 每过一关奖金就会翻倍 主持人把一美金放进杯子里 随机选择了两个人 这里面不是狗屎就是钱 请擦亮你的眼睛 两个小伙子已经准备好了 主持人拿开杯子 白衣小哥碰到了奶油 他被淘汰了 轮到了第二组 东美反应很快 抢先一步拿到了一美金 第三组的妹子赢得毫不费力 不知道大姐刚才在想啥 第四组的两位小哥眼神很好 都没有碰到奶油 再来一次 富贵瞄准一美金就拍了下去 激动的连钱都忘记拿了 这个游戏不光要反应快 还要眼神好 不然抢到一手狗屎还是会淘汰 经过漫长的一个小时 第一轮比赛结束 接着开始第二轮 主持人把十美金放进杯子里 首先上场的是富贵一队 两个人出手的速度差不多 但是富贵的手在下面 主持人也认为是富贵赢了 大个子尴尬地让出了十美金 这一次杯子里面是黑色的墨水 两个人没有上当 再来一次 还是原来的杯子 左边的小伙抓了一手的把把 他被淘汰了 主持人也太坏了 他继续忽悠下一组选手 然后趁他们不注意赶紧拿开杯子 小岚没有分散注意力拿到了十美金 接着上来两个女生 右边的女孩慢了半拍 被东梅抢走了 而下面这一队更倒霉 杯子里连续三次都是墨水 他们竟然躲过了 两个人表示很无奈 第四次的时候 左边的小伙搜的一下拿走了奖金 小胖好像习惯了 没有做出反应 接下来的几组选手明显变聪明了 不管主持人放多少次墨水 都没有上当 但是没有抢到钱的还是被淘汰了 只剩下最后一组了 两个女生很聪明 小样还想骗我 再来一次 左边的女孩拿走了钱 右边的女生却愣住了 她以为自己是来吃瓜的 第二轮结束 接着开始第三轮 主持人把一百美金放进杯子里 富贵和小哥已经准备好 然后拿开杯子 小哥抓了一手的胶水 富贵又一次晋级了 轮到东梅和他的新队友了 主持人迅速拿开 奖金自己跑到了东梅的手里 这运气也太好了 下一组选手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小伙抓了一手的胶水 已经是第三次尝试了 他们还是没有找到经验 要么是抓到了胶水 要么是错过了奖金 第三轮结束 比赛还剩下六个人 奖金也变成了二百美金 主持人让他们三个人为一组进行比赛 三个男生先开始 主持人打开杯子 小伙碰到了胶水 他被淘汰了 剩下的两个男生继续比赛 主持人速战速决 富贵抢到了二百美金 他再一次赢了 轮到三个女生了 东梅拿到了奖金 他将和富贵一起进入决赛 主持人把五百美金放进杯子里 谁先抢到就是谁的 气氛一下变得紧张了起来 富贵的左手一直在发抖 恭喜富贵抢到了五百美金 成为了最后的赢家 那么问题来了 富贵一共拿到了多少奖金呢